大行货车45度角直直后退 准备倒车临停 明明是人行道行人优先 但路过的人还得特地绕道 行走空间被压缩 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华邮政货车 每天固定时段同意到邮局送件 车辆还横跨博邮路人行道 直接临停在骑楼上的瓷砖地 附近人来人往 现在遭质疑这难道没违法 违反停车的规矩 再怎么样行人在那边 还是都是阻碍了行人的走路 小朋友走在人行道上 他可能如果刚好走在车后的话 那前进倒退都是蛮有危险性的 路过行人先走走 但中华邮政透露 执行公务需求时有制定相关SOP 首先会先里让行人 在车辆停妥后 人员会下车摆放警示三角锥 跟LED灯提醒行人 那可以有些地方特殊性 我们会不对不小心 那因为在我们在停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注意行人的安全 我们会注意到 另外我们会尽量缩短时间 因为看邮件量的多更 其实我们会尽量缩短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包括传递邮件电报 消防警备救护 外交部礼仪车等等 以及公用事业机构 工程车等 国营事业车辆临停 都不受停车地点限制 即便有任务再生 还是得再三小心 避免伤到行人 如果遇到车祸 还是会厘清责任归属 继续的影片和伟涛 采访报道